PAC的第一个周末呢 官兵们放假都在做什么 很多人会来到卖场逛一逛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 29国的官兵齐聚在夏威夷 大家一定都对这周边的纪念小物 相当感兴趣 走走走 庄中严肃的环太军演 迎来了第一个休息日 不止官兵们很期待 连特派记者们也很兴奋 第一站就要走进纪念品商店 看看属于环太军演的周边小物 有哪些呢 你可以买这个吗 我摔在地上 他可以摆在他的办公桌下 看看这两位都直接挑了起来 就知道纪念品店里的品项 有多吸引人 包括各种T恤帽子 还有臂章 各式各样小物等等 不过之中也有一些重点 是需要替大家做做功课的 例如一堆军用品当中 怎么就出现了一只 可爱的山羊妹妹呢 在美军的这个习惯当中 山羊就代表了海军的吉祥物 那么为什么会选山羊 其实要追溯到非常非常久以前 因为当时呢 这个海军跟陆军举行了一场橄榄球比赛 然后那一年呢 海军就是挑了山羊当他们的吉祥物 结果就赢了 赢了这个陆军 所以从此之后 山羊就变成他们的吉祥物 而其实这回环太主视觉 是第三舰队对徽三叉戟 徽章除了背景有浓浓夏威夷元素 意义更是重大 对于美国的海军来说 他们是一种奖励的性质 就是其实各个军舰的上面的司令 其实都会自制他们自己的空影 但是你如果拿到呢 位阶越高的这个空影呢 其实奖励就是越大 就是一种荣耀的代表性 很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 敌眼不乏 各国官兵在这采购 例如韩国海军们也都聚集在这 在环太军演的休息空档 就由周边小物来好好慰绕自己 纪念这趟特别尽力 东森新闻 许家康黄浩哲 谭若仪 廖伟红 夏威夷报道